暂借公堂一用 升堂 原告 少民在 被告是谁啊 领导使马 左告为何 霸占土地 遭他庄稷 出票 即刻传被告上堂 这底下为何无人接签呢 回大人 那尸马巨重无比 也使搬运不来 搬运不来 他知道初期祸海庄稷 怎么就不能签到堂上来呀 无用的东西 一边候着 原告 你们说那石马祸害庄稷 那你有何证据啊 少民开始也不知道 曾告到了县里 太爷先说 这事不归他管 后来他又说 要管他也管不了 那这么说 是他告诉你 是他告诉你石马成精的 大人 下官只是猜测 猜测啊 是他 让小民去那玄天罐 找了张天师 结果 花了一大把的银子 请那天师做法 通了神之后 才告诉小民的 那张天师 又是如何告诉你们的呢 天师说 是石马来吃的青苗 还说 我等 都曾犯过天条 这是天法 无法嚷解 只能认命 玄天关设在何处 就在县城西关 好 传 张天师即刻到堂 小的就去 来 少安勿躁 少安勿躁 我哥哥是个聪明人 什么事能瞒得了他 就算让他知道又如何 你们俩 不是情通手足的兄弟吗 是亲兄弟才不能瞒他 外面如何 二位大人 没想到 刘大人 还真把这个案子 神起来了 我看见他 坏了 怕是真要出事 我们大人的意思是 要你们两个 先回去一个 把这里的麻烦 告诉都指挥师 傅大人您走不得 还是让兄弟我走一趟吧 要走尽快走 好 你去吧 你就是张天师 正是贫道 嗯 石马毁田一案 你就是被告啊 贫道不解 如何就成了被告 石马不能上堂 你能换来 石马不言 你会说话呀 你不是被告 谁是被告啊 贫道又不是那石马 如何能替那石马 成为被告 我来问你 是不是你说 这个石马祸害庄俭 是追讨涅寨啊 是啊 你既然不是石马 那你如何能替那个石马代言呢 那是贫道的法术 那好吧 请你再做一遍法术 本官有几个问题 要与石马对质 来吧 回大人 这做法 岂能是说来就来 还缺什么法器 陶木剑 赵妖镜 还是朱沙水啊 本官这就拆人体 你去取 再回大人 道场法器只是术 有术无法不通灵 故而还得讲究个法 好 那你说说看 怎么个法 道可道 非常道 法乃玄机 不可言说也 既然是天机不可泄露 那我问你 那又是谁把石马成精祸害庄俭这事儿 给说出来了呢 这个嘛 依照奇门遁甲所言 成一事或拜一事 皆乃天术所定 天时地利人和 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好好好 这个也好办 本官这就把你拴到石马边上 咱们一块等这个天时地利人和 一应法器 你都给我代权了 一日三餐 肯定有人给你送去 什么时候石马说话 本官什么时候放你 大人 修得啰嗦 大人 大人 退堂 大人 拼到冤枉啊 都 NO 还有 你快的 牛神 在阿菲 你 Concent 把您流程 谁啊 别跟我装神弄鬼了 你找错人了 我是玄天惯礼的天师 大名鼎鼎 见了鬼 我就是捉鬼的钟魁 喷尖妖 我就是降妖的真神 谁 谁 请问是哪路神明 弟子实在不才 弟子这项有礼了 贼道士 不乃你身边的奸您师马 你勾结歹人 霸占田地 却要嫁祸以我 你该当何罪 我真没有 还敢强辩 再不从事招来 敬业就收了你的小命 孽障 难道你就不怕 真正的掌心来吧 弟子愿招 弟子愿招 说 这那田地 并非弟子的主意 只是授了人的钱财 但人说了几句话而已 谁是主使 去牧所的谦户 哪有谁参与 本县知县 秦云的堂上说下吧 这 这 这从何说起呀 休得废话 有你说话的地方 来啊 完了 大人 大人 我冤枉啊 下来吧 你让天师看看你的真实面目 让你也见识见识我这真无大念的掌心来 丫心 先生 我这大仙演的还行吧 你也就能干点这个 这能那也不一般呀 庄臣弄鬼可是我的看家本领啊 这是他招了 要是不打我好几手等着他呢 你等还有何话讲 无 无话可说 呃 犯官只认受贿和协同战地 其余无干 战地作甚 呃 放牧关马 放牧关马每年都有专门的布批经费 为什么还要强占民间土地 呃 最值 只是听从尚丰命令 其他一概不知 尚丰是谁 诸根此事者通知傅长柱 先生 都指挥使通知傅长柱 投案自首 来 干什么呢 去 来 傅长柱 因何投案 傅长柱 因何投案 不想让哥哥为难 住口 犯官傅常住 这是公堂 只有王法没有私情 我再问你一遍 因何投案 幸会地方 霸地棺木 岂止如此 你们春天买来棺马 秋天再卖给你们自己 从中赚取差价 有此事没有 这事实在没有 棺马都有注册 匹书都在本上 大人可查 你还敢狡辩 每年买马 都是互不拨款 再由院马寺正卿亲自督办 再分派于北直立 辽东 平梁 甘肃四省分办 各有额度 罪之所管 不过是军马的寄养 又如何能染指 马匹的买卖呢 如你所说 报上马匹数目 犯官所知 不过两百余匹 具体可查侧物 各藩书间 荣厚在上 不过是冲 広星 案件